出爾反爾 二是指你的意思 出自你的口, 後來反口的又是你自己 意思是指人反覆無信 楚漢雙爭, 是劉邦首先提出和議 結果簽訂了和約之後 由劉邦單方面撕毀和約 違背承諾, 派兵追擊韓瑜 大家都指揭他是出爾反爾 而這件事也成為中國歷史上 最為人所熟悉的出爾反爾事件 天意還天意, 很多事都是視在人為 不知道漢王有什麼籌謀呢? 如今兩分天下就好 還說什麼一統天下? 兩分天下只不過是策略 當日韓信堅出兵勤亡 也是策略之一 當時楚軍戰意高昂勇猛無匹 小王出兵正是秘其風蕊 如今和約已定 楚軍歸心此戰, 了無鬥志 正是極其無歸的好事 你叫寡人趁著漢魯帝的鬆懈下來 從後追擊? 我太卑鄙了, 我們剛才定下和約 當日臣妾大兵肯讓步以洪溝為鑑 就是被齊王剛才所說的策略而打倒 我們利用和約令楚軍失去鬥志 再攻其不備 別說了, 是拐人定下和約 如今又要拐人毀約 那就是出以反而 為了大汗江山, 為了天下蒼生 漢王都必須要出以反而 你給我閉嘴 當日叫你打, 你又不打 如今已經定下和約 天下太平了, 你又是要打 還要拐人出以反而, 威信全無 只是這一點, 拐人就可以定理死罪 不過念在理由戰功 拐人就當沒聽過 以後是誰, 這樣叫怪人出以反而 怪人一定把他捍下來 我漢老大人, 剛才叫我大哥 八年來他第一次叫我大哥 要我悲信氣而從後追擊他 我還是甚麼他兄弟, 還是甚麼人